好 选举前有一些政治人物被忌讳的就是被拍背 因为认为会背到家 但什么谁这么大胆竟然敢拍马背 这是小猪罗志祥 他在跨年夜连赶了高雄台南跟台北三场晚会 那么最压轴的就是在台北市府 还跟马总统一起上台 但是上台的时候 小猪竟然就顺势拍了一下总统的背 眼尖的网友看到了 真的觉得他太大胆了 竟然犯了政治人物不准拍背的大忌 小猪罗志祥跨年夜好忙好忙 从高雄台南一路唱 赶在倒数之前回到台北市府唱压轴 跟曹某在台上玩自拍玩得超high 当马总统站上舞台 罗志祥还主动伸出手 从马总统的后背轻轻拍了一下 就是这拍背的动作被眼尖网友看见 纷纷上微博留言 说小猪你可真大胆 竟然敢拍马总统的背 殊不知拍背可是犯了政治人物大忌 时间回到四年前 还是总统候选人的马英九 在辩论会上朝对手谢长廷的背拍了很多下 这个敏感动作引发政治联想 听说有一个习惯说拍背要把它拍成背这样子 拜托 我没有这种习惯 我跟正常人一样嘛 拍拍肩膀就是表示友善 辩论会结束 马总统又拍了一次谢长廷的背 谢长廷也大动作用力回拍 两人就这么在台上拍来拍去 尽管当时马总统不把拍背 越拍越背的迷信放在心上 相隔四年进入短冰箱间选举倒数的关键 显然网友反应比当事人更激烈 东森新闻判决的蔡林涵综合报道 好 跨年之后总统马英九